我素来认为 如果市场做到的事我们是不需要做的 广播也是 我记得去年我说过一句 实在香港电台需不需要做一些商界 私人电台 NOW也好,Cable也好,TVB也好 都做到的事 有些节目它需不需要做呢 说了一句就立刻惹到记者协会来批评我 即是立刻扣一个大拇指 说你打压新闻自由 我觉得这个方针是非常之错的 因为香港电台正如它自己说 它是1928年成立一个七八十年的组织 其实早就应该检讨它了 财政司 你自己是会计师,你是商界出身的 我问一下你 有没有一个组织是七八十年不去做review的 香港政府都是1973年 请了McKinsey来做review 才有这么多的政策局 其实到现在 特区政府本身的架构都应该检讨的 如果你要检讨香港电台 应该有三方面着手 第一就是行工量值 这样的审计处长已经做了 而审计处长第七十一份的报告 是对香港电台的Value for Money 行工量值大量劣平的 它说它的流动使用程式 RTHK、HK浏览港台节目 是由2015年的510万次下跌到 2018年的280万次减幅45% 即是流浪率是下跌的 2017年电视节目欣赏指数 发现首二十个名单 里面九个港台节目有五个的认知率 是介乎1.5%至13.8% 远低于所有223个节目的17.1%的平均认知率 即是花不多钱的认知率是低的 而港台电视3131A在2018年1月至6月间的收市率报告 收市率偏低 港台31-31A在那六个月的平均收市率是0.1% 但开支是高的 这个审计报告有很详细的数字 它的制作费是高的 在1314-1718年之间 发现每名制作人员的节目制作数目 介乎8.2%至12.8% 而电视节目的每小时计的成本介乎 276200至472,900元 还有其他费用比私人电视台高 但收市率是低的 如果你在行工量值方面来说 是很大疑问值不值得呢? 第二如果你是再深层次做一个management review 即是一个管理的检讨 你更加要质疑 如果他做这么多欺笑怒骂 他自己认为 好好 好 即是讽刺 针对时弊 好好好节目 他自己认为是他的王牌节目 花这么多钱 他那四个program area 第四个 第三个 教育电视 教育局划了削减 今年未来是没有的了 又是因为收市率低 但是教育局也正做得对的 把他拍了的节目放上网上给人看的 radio 这个是要的 我觉得特别是英文台 古典音乐 文化 小数族裔 这部应该是保住的 至于第二个部分 公共事务 以及一般的电视制作 这个是开支超高的 在未来这年应该有5亿8千多万 当你制作成本那么高 收市率那么低 而做出来的节目是受那么多的批评 而且我认为他的而且确 是偏离了他的约张 因为我不明白 那次邱腾华局长和梁家榮处长 答问题是 答得那么辛苦 他当然是偏离他的约张 因为他的约张公共目的及使命是什么呢 A 第一就是要提供 准确和持平的新闻报道资讯和观点 好像最近被广管局批评的 左右红蓝绿的节目 我都看来了 是一面倒的 完全没有平衡的报道 一个这样的教育大学 港师在那里胡乱万骂 是对警队极为不公平的违反了弱张 第二增加市民对一国两制 以及在香港实施情况的认识 增加市民了解国家社会和国家的认同感等等 培养市民对公民和国民教育的认同感 很明显没有做到 如果有做到 怎会有个记者妹妹仔 这个Yvonne Tang 走去问世卫 台湾可不可以做会员 问完又问呢 人人都知道世卫是指给主权国加入的 也都是台湾 他问的问题是问疫情 为什么要问一个这么政治性的问题呢 很明显梁家榮处长 是没有教导他的雇员 是怎样去 他自己的伙计 他都没有向他们提升 了解自己的国家 了解一国两制 并且培养他们的公民和国民身份的认同感 所以这个管理是失败的 也都违反了他的约张 所以 司长 请你停止发言 如果我可以 我会削减他五百亿 五百亿 五百亿 还有肯定 所以 到处理 MAC